大家好,我是通关时刻 这个我刚刚看防守回放的时候 突然发现很多的进攻的玩家 他都不用工程机器的 15本更新之后 这个工程机器是免费使用的 它是不再需要10万金币的 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白嫖的 何不食肉迷啊 何不食肉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放 比如说像这个玩家 这个宠物带的 他拿100个超哥来抢我 但是他没有带工程器 我以为他的工程作坊在升级中 但是我发现进了他的部落里面去看 他的工程作坊没有升级中啊 但他就是没有用工程器 这是说明什么 他不舍得用 他以为在用工程机器 还是要花费10万的金币 其实现在是不需要白嫖的 大家赶紧用起来 比如说像这个玩家 这个玩家用82个超哥 他为什么不用工程器呢 我有点搞不太懂耶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是个14本的速本玩家 然后看一下他工程作坊是三级的 他也可以使用啊 他为什么没有用呢 像这样的玩家不止一个 我想各位看我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也有以为 这个工程器还是需要花费金币的 应该也有 肯定不止他们这几个 比如说像这个用五条雷龙啊 五条雷龙来打我了 他工程器都用不起 他有没有搞错 肯定是不明白嘛 肯定是以为工程器还是要花费10万金币 才能建造的 其实是不需要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的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 他六级的工程作坊 他都没有升级 但是他就是不用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玩家 他以为工程作坊啊 还是需要10万金币的 其实是不需要的 大家放心大胆的肉 何不食肉迷呀 就这句话 大家赶紧用起来 最后呢 希望这个视频对有些粉丝有用 视频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